寫入檔案這樣子 它的方式也是用指標的方式 這個之後大家會看到這樣 所以指標不只可以指到整數 double或者是字圓 它也可以指到一個檔案去 只不過指到檔案去的時候 它的目的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這個指標的 指到檔案的固定寫法一定是這樣 而且是大寫的file 都大寫了file這樣 如果將來大家想要去讀取一個檔案 或開啟一個檔案的時候 你就需要寫這樣子的一個格式 指定某一個位置 檔案其實它的存取也是把東西 存在一個記憶體裡面 所以你要去開一個檔案 或者是去寫入一個檔案 讀取一個檔案的時候 你還是要跟它講 這個檔案的內容 放在記憶體的哪個位置 所以它就會也是有一個指標指向 一個檔案的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型態這樣子 那這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這種檔案有的是input的檔案 input檔案就是說 你要去對它讀取的 那有的是output 有的是你做完東西 你要把它寫出來的 譬如說打電動來講 可能有一些你的人物的 什麼攻擊力啊 防禦力啊 什麼法力之類的 全部存在這input裡面 遊戲開啟的時候 它就要去讀這些東西 然後你玩一玩呢 之後可能會產生新的 譬如說破關的檔案 或者是得到什麼保護 它就會再寫出來一個 輸出的一個檔案 那你下次就可以再去讀這個這樣 那在宣告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在取名的時候 可以說 這個是input的檔案 譬如說就取imp input這樣 如果是output檔案就output 但是在檔案的內容來講 不管你是input還是output 它都是只有一種資料型態 就叫做file這樣 所以這是指標的另外一個應用 等一下我會稍微講一下 幾個很基本的一個東西 大家回去可以稍微做做看 詳細的檔案的存取 然後可以對它做什麼事情 在課本的第11章 我們應該是第11個單元 才會跟大家再做介紹這樣 如果你對這個 還想要比較早試試看的話 那你就可以提前就是寫一下 然後下面有個範例 你可以做做看這樣 我們唯一可以分辨的出來 到底這個input 這個檔案到底是input 還是output的做法 是在下面這兩行這樣 只要你要去讀 或者是寫一個檔案 你一定要先做這兩件事的 其中一個這樣 也就是叫fopen 把那個檔案給打開 這邊是宣告 就說這兩個指標 是代表兩個不同的一個檔案 然後指到那個檔案儲存的位置 接下來你要去對它 不管是讀還是寫的時候 你就要把檔案給打開 打開就叫fopen這樣 所以這樣子它就會真的呢 就是把這個imp這個指 這個指標指到你要讀 或寫的那個檔案去 所以fopen一定要寫 這邊這個雙引號中間的名字 你是可以隨便自己取的 沒有人說要怎麼取 你要取abc.doc也可以 abc.xx也可以這樣 這邊這個是你隨便取的 所以當你譬如說你在你的程式裡面 這麼寫之後 你就會看到你的硬碟多一個這樣子的檔案出來 叫infile.txt這樣 後面指定這個檔案 你要對它做什麼動作這樣 基本上來說就是做讀或者是寫 如果你是要讀它 那你這邊就用r這樣 如果你是等一下產生一個資料 你要把它寫進去 這個輸出的檔案 你這邊就用w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算最基本的 你如果要等一下後面那個程式 就是它會去把這裡面的檔案的內容讀出來 做一些轉換之後 再寫進一個新的檔案這邊出來這樣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等到第11章的時候 我們會跟大家介紹它更多有趣的應用這樣 好你把這個檔案指定好之後 這個imp就指向這個檔案了 這個output也指向這個output file這個檔案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譬如說讀這個檔案的內容 那要怎麼讀呢 它就是類似我們跟使用者互動 我們怎麼叫使用者輸入資料 就是用scanf 對檔案來講 它的命令呢 就只是前面加一個f而已 就叫fscanf這樣子 它的內容跟這個scanf是很像的這樣 所以你要怎麼把這個 裡面的這個檔案讀出來 你就是這樣fscanf 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前面這裡 之前教的都只有後面這樣子 現在要用多一個檔案的指標給它 跟它講叫它去這個檔案 把它裡面的內容一個一個讀出來 存到這個item裡面去這樣 你這邊這樣看你就可以看到 之前說scanf 是不是叫它一定要寫這個enditem這樣 現在你學了這個指標 你就可以更清楚了 enditem是什麼意思 item的位置 它的位置 只要存到那個位置那邊去這樣子 好 你要怎麼把你算出來的檔案 存到那個 算出來的資料存到那個檔案呢 我們在跟使用者互動的時候 它會秀在螢幕上 就用printf 秀出來 在螢幕讓你看 現在我們想要把這個資訊 弄到那個檔案裡面 讓使用者看 所以一樣就多一個f f printf 一樣這邊要多一個 你到底要寫到什麼檔案去 output這個 看你的指標要選誰啊 看你這個輸出檔案 剛剛是指定這個outp 那你就這麼寫這樣 person.2f 然後item 後面都跟printf是很像的 這樣子就好 最後一件事情記得 記得這樣 不然以後你可能 再存取檔案會有錯這樣 當你已經把這個檔案的所有的 就是資料都已經弄好之後 你沒有要再輸入 或者是沒有要再讀取資料了 那你要做最後這件事情 把檔案關起來 有開就有關這樣 打開就是讓這個電腦 開始對這個檔案的這個位置 做一些存取 當你沒有要存取的時候 你就要把他關起來 以免他又再不小心被別人存取 所以就叫f close這樣 f open 有這個f open 就會有f close f close的比較簡單 就是看你的指標 檔案指標是什麼 就直接寫就好了 f closeimp或outp這樣子就好 所以檔案的存取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三個步驟這樣 應該說四個 宣告你的檔案指標 打開他 看你要對他做什麼事 你是要讀取還是要寫入 最後記得把他關起來 在第11章的時候 比較多的重點會放在 你把檔案打開之後 你要怎麼去存取他 你要對他讀各個字元 你可能會需要做一些轉換這樣 你可能會需要做 譬如說檔案內容的搜尋這樣 那個都在應該是第10章會交到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就看一下 後面這個範例 你可以回家的時候自己做一遍 我覺得應該 我以前在學這個時候 我用到檔案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這樣 因為你可以真的自己了解說 你怎麼樣寫一個程式產生一個檔案 然後你還可以寫一個程式 就是把這個檔案的內容 再做一些讀取 然後做別的事情 所以像這個例子來說 大家在看講 講義或課本的時候 也是看那個有顏色的那個部分 這個就是比照前面所交到的那個內容 開了兩個檔案 一個是input 一個是output 都指向file 然後這個名字是這樣 真正他在做的事情 是在這裡這樣 他呢就是用這一個 這裡 fscanf 去針對這個input的檔案 把他的內容都存在item這個裡面 然後用fire這個回圈 他把這個是fscanf的 等於就寫一個等於指定給這input status 如果這個他真的有讀到內容 這個input status就會等於1這樣 因為他本來的內容是長這個樣子 下面是這個範例 本來input data裡面的tst 是他把一些要讀取的內容先寫好了 344 55 6.3556 有些是整數 有些是小數的一個部分這樣 那他就把他讀進來 如果他真的有讀到值 這個input status就會是1 因為每次就讀一個這樣 一直讀讀讀讀讀讀讀到最後 他讀不到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不是1 所以他下面這有個 fire回圈去檢查 他有沒有讀到這個值 如果有的話 就馬上用fprintf 把他印到output那個檔案去 但是要注意到就是說 他讀進來的 不管他是整數或者是小數 他在輸出的時候 就把他變成只有小數點 後兩位的一個小數 person.2f 所以你會看到 本來他有些是整數 有些是很多位數的小數 當他把這個檔案再寫出來的時候 裡面呢 如果是整數的部分 他就會加上兩個小數點 因為他輸出的是.f小數 本來是整數的344 就會被加上34.00 本來是6.3556 就會被425路編6.36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一個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範例 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去執行他的 你一開始需要這個 你要做這個範例 需要準備什麼東西呢 你自己要先用 大家有用過文字編輯器嗎 什麼nopey++ 或者是小記事本等等的 你需要先自己產生這個檔案出來 叫做 譬如說你真的 你要照他的範例做 那就是取名叫 in.data.dst 裡面就放這些內容 output你不用管 等一下這個程式執行完之後 他就會自然知道說 你的output有一個叫 out.data.dst 裡面的內容就是把這個 input.data的內容再出來 只是做格式的轉換而已這樣子 這樣你就可以自己 產生這個檔案了這樣 所以期末專題的時候 就會需要大家把 需要存取的資料 都放在input裡面 input的檔案 然後你算了一些東西之後 我們可以開你的output檔案 而不是秀在那個螢幕上來看這樣子 後面大家 等到大家到大二大三 你就知道那些output檔案 其實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拿來做Excel的趨勢分析 或者是一些統計的一個結果這樣子 所以這邊只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範例回去可以做做看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範例其實就是 就是怎麼把input檔案讀進來 怎麼把這output檔案給輸出出來 幾個步驟你自己可以標一下這樣子 就從這邊 就第一步驟 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以及最後關掉 第四個步驟這樣 所以檔案的存取就只有這樣而已 講簡單一點只有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概是這個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來有一個範例 讓大家思考一下 假如現在我們開一個檔案 應該說不是開一個檔案 宣告一個檔案的指標是這樣子寫 input data指向一個file 請問大家abcde哪一個是對的 abcde哪一個是對的 還是又都不對了 你們覺得abcde如果只有這樣子寫而已的話 abcde哪一個是對的 還是你覺得這個根本不可能知道答案 abcde都是錯的 給大家一分鐘想看 等一下來找一個同學這樣 你可以參考前面的講頁 就是現在你有的資訊只有這個而已 你可以知道abcde哪一個是對的嗎 其實是蠻鼓勵大家 你去做那個課本裡面那個練習題這樣 反正有時候 你也許會發現 其中考題目有的跟練習題的也蠻像的 練習題要有的是有答案的這樣 不過重要還是提供給大家那些資料大家要看 很重要非常重要 然後考試的時候不要太緊張 下禮拜再提醒大家一次這樣 你不要看到那個指標然後就開始抖 手開始抖然後就 像我是比較容易緊張的 我一緊張就會很多東西都會忘記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我動作比較慢 跟其他老師比起來 我在講 講東西的時候應該都是比較慢的這樣 我比較不會說一定要為了趕進度 然後就會上很快 這樣我自己可能會漏掉什麼東西沒講 然後大家可能吸收上面也會覺得 講太快 不知道可能沒有吸收到這樣子 好 有沒有同學想要分享你的答案這樣 對或錯都可以 只要就是你講講看這樣子 你覺得答案是什麼 A 我覺得 嗯 這個答案只單選 這一定是 沒有應該說 要嘛就是單選 要嘛就是你覺得全部都錯了這樣子 A A A 就是 A的意思就是說 它只能夠用來做讀取 這樣 是這個嗎 是 為什麼它不可以拿來做寫錄 我覺得它就是把那個 資料讀進來 你是因為它 它這邊的名字的關係 對嗎 我在引導你想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名字重不重要這樣子 不知道 你的名字很重要 但是那個檔案的名字重不重要這樣子 不知道 那你覺得如果我input 取 input data 我可以到時候把它拿來產生檔案這樣 產生輸出內容到這個檔案 可以 可以 好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要換答案嗎 我要換答案 好那你要換什麼 很好 好 所以就是如果它取一個名字叫input data 它就 就是說一定會被拿來做讀取 也一定會被拿來做寫錄這樣子 那是 可能嗎 那是 Football boss 我只是兩個都有的意思 這樣子 會兩個一定 兩個都會有嗎 這樣 那不一定的話 那你要換答案嗎 那你要換什麼 D D 好 很好 答案就是D 來我們來給掌聲 對 大家也不用害怕 應該只有 這門課應該大家可以暢所欲言 應該是沒關係的 這樣子 其他課可能大家覺得 老師太嚴肅 這個應該在我身上應該不太成立吧 老師 你問問題老師會生氣 你現在有課會這樣嗎 還是你連想跟大家互動都不想跟他互動 這樣子 就是老師離我們太遠這樣子 我應該是不會離大家太遠了 像現在好近這樣子 對啊 對啊 就說 如果我只是跟你講說 這個 我只宣告了這個 File 這個指標的話 我沒有下面 就剛剛看到這一些 我沒有跟你說 我是要scan的F 還是print的F 你其實是 或者是說 我沒有跟你說 我接下來的這個 開檔案的格式 是要讀還是寫 實際上你是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他要拿來做什麼 這樣子 如果你只有寫這個的話 這樣子 所以這邊真正要判斷 應該要看到下面這一些 這樣子 所以這個之後 大家可以再多了解一點 這樣子 就這個問題來講 大家可以先看到 如果其實中考有個是非 比如說 這個一定是 他只能拿來做reading 那請大家做 對還是錯 那你就可以自己看一下 答案到底是什麼 這樣子 這個是第一樣 這樣子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 多了解一下這個檔案的一個部分 之後就會好一段時間都看不到 就會到第11個單元才會再看到這樣 好 所以基本觀念6.1的部分 我們講完了 其實花了蠻多的時間 只是講6.1了 6.1在大家的課本 好像一下就過去了這樣 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多知道一點這個指標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 比較大量的應用到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變數 它是存 它不是檔案 它就是變數而已 那我怎麼樣子 在什麼情況下 我要用指標把它透過 譬如說 function 去做一些存取這樣 這個就是6.2 開始要跟大家介紹到的一個地方 之前 如果我們寫那個function的時候 如果我們只有要回傳一個資料 我們會用return這樣子 但實際上可能有些程式 我們是不只有一個 就是output要回傳的 當然如果你之後寫程式 你可以控制好 你每個function 就是回傳一個數值 那你也可以不用用指標這樣 不過這是非常困難達到的這樣 總是會有一些情形是 你可能會有好幾個結果 要去做回傳 然後這個我們就 就有很多個一個output 這種output 我們就也會用指標來做表示 也就是說我這個function 我就把我需要回傳的 這個output的位置 都傳進去給它 譬如說傳三個位置給你 那你就把你的結果寫在這三個位置 所代表的記憶體的位置上 你把它直接寫進去 我就可以知道 那個答案到底是什麼了 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大家會看到一個例子這樣 這個例子是這樣 這個function呢 使用者會輸入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有可能是正的負的 也有可能是有小數的 這個function呢 會回傳三個東西出來這樣 它要根據這個數字呢 回傳第一個它的正負號 第二個呢 它的整數部分是什麼數值 第三個是它的小數部分是什麼數值 所以這樣子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它可以 它要輸出三個輸出的結果 那你給它的輸入就只有一個number 這個number呢 你只是用它的值而已 但是你需要輸出三個一個結果這樣 所以待會大家會看到 那麼這個man這個function 它要做的事情呢 它就是說 既然這個有三個output 那我就man在呼叫這個function的時候 我就把這三個的位置丟給你 丟給這個function 那這個三個function 針對這個輸入算好 它的正負號整數小數部分之後 就把那個內容直接寫到 用指標寫到那個位置的內容裡面去 這樣子就好 我就可以同時回傳三個數字回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這個單元的一個重點就是 當我們如果你有指標的話 你就可以很有彈性的 讓你的function 輸出可以有很多個的一個結果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邊 就大家的課本的圖的6.3這樣子 這個separate到底在做什麼 這邊只有先講那個function的宣告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宣告來說就是 我使用者會輸入一個double的一個number進來這樣 但輸出的部分呢 我就丟三個位置給它 第一個呢正負號 正負號是個符號 所以我丟了一個位置 它指向字元 這個是指向放在 它是一個字元的一個東西 但我給你一個位置 跟你說這個位置代表的是一個字元 待會你可以用這個位置來存正負號 看是正還是負 整數部分就一定是integer這樣子 所以我也給你一個位置代表的是整數 你等一下就用這個位置加上信號 去把你覺得的整數給洗進去 第三個呢就是一個小數這樣 下面它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像這樣子 number進來之後 它就先算正負號 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正負號來講 就判斷就很簡單 只要它輸入進來這個number小於0 這個signup 這邊要注意到的是這個描述 這個function接收到的是這個字元的位置 叫sign的p sign的p這樣 那它發現其實它是小於0的時候 它就用這個signp這個位置 加上一個信號 代表那個就是存在記憶體的一個字元 我就指定它就是一個負 字元的時候要撇兩撇這樣 代表它是負 這樣等一下再看整個程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個main function就可以接收到 這個負的一個內容 這是這個signp這邊在做的一個事情 如果是等於等於0呢 如果這個number呢 直接就是0了 也沒有正負 不過實際上你們在學數位系統 是不是有教到 有正0跟負0的表示方法 有嗎? 就是蠻特別的 就是如果你要表示成二進位 就有正0跟負0 但實際上真正的數字就是0 這樣 0它就是一個空白 就沒有正負號 如果是else 也就是它是大於0的 那就是一個正這樣子 好 那我問大家 如果給你一個數字 你怎麼幫我分離整數的部分 跟小數的部分出來這樣 這個程式 這個問題該怎麼解 你會怎麼寫那個程式這樣 這問題很簡單 就是我給你一個數字 它有可能有整數有可能有小數 但是我需要你幫我把它分離出來 什麼是整數 什麼是小數 譬如說172.27 你要給我兩個東西 一個是172 一個是1.27 程式怎麼寫 有什麼語法你可以用 還是你要自己創造一個全新的一個東西 你可以參考這邊 或者你們有學過別的 那種 蛤 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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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斯符號 高斯那個怎麼怎麼用 因為你突然講了一個 我很久沒有聽過的一個 一個名字出來 這樣子 高斯喔 喔 欸 那個線 一直以來都叫高斯的運算 因為我通常都叫它地板 或者是天花板這樣子 那叫高斯 是 是在哪裡學到的 微積分 高斯 應該回去惡補一下 地板函數 那什麼是地板函數 就是 欸 來說一下 就是 沒關係啦 不要害羞 你是遠離我 去他 去他 欸 小於他最近的診數 地板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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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逸宏 對嗎 逸宏 Flow是什麼呢 就是取小於等於你輸入數字的最大整數 它是一個讓可以讓你把你的小數 變成整數的一種做法這樣 所以譬如說3.5 小於等於它的最大整數就是3 7.2小於等於它的最大整數就是7 你這樣就可以取出它的整數的一個部分 只要你的整數取得出來 小數部分就很簡單了 就把原來的數字扣掉整數的部分 它就失了這樣 不過我想搞不好這個不是唯一的做法 可能大家也有別的做法這樣 那到時候做研究 你們覺得哪一種做法 要採用哪一種做法這樣 如果在寫程式 同樣一個問題有好幾種做法 你覺得你們之後會採用什麼做法這樣 最快的 最快的 那最快是 就把它拿去跑CPU 看看它跑多久這樣子 問一下現在你們寫的作業裡面 跑最久是多久 這樣問好像有點負面 你們現在寫程式最多會寫到幾行這樣子 有算過嗎 三四十行 那已經蠻多了這樣 有沒有再更多的 你如果以後要去什麼軟體公司面試 它其實會問你說 你寫過最大的專案程式碼有幾行這樣子 對啊 所以三四十行 還蠻不錯的 之後大家會寫就是幾百行這樣 在專題的時候我想可能就會擴增到 但行數不是重點 速度才是重點這樣子 有人寫一萬行 對啊 你要湊行數還不簡單 你就printf一直做比較好了嘛 這樣 對啊 所以行數不是重點 我問這樣其實沒有辦法誤導大家 我只要跟大家講 行數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的人寫三行 也可以跑很久 無窮為圈 有的人寫十行 有人寫十行 他也是可以跑很快啊這樣子 所以是看你怎麼寫這樣 真正要看的就是速度 還有其實還有一個記憶體的使用量 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寫一個程式 寫到你的程式會跑出來說 你的記憶體沒了 之後你就會用到 你一直不斷的宣告東西要儲存 然後把東西全部扔進去 譬如說存一千萬筆資料扔進去 他一開始會先存在記憶體裡面嗎 你的記憶體現在買到最大是多大 你們的電腦 16G 算高級電腦 還是有更大的 差不多齁 16G這樣 32喔 你們有用到32的 如果是以後你們進研究所做實驗 大概就是64 128 5122這樣子 因為你以後寫的程式很容易 真的會出現記憶體用完 你的記憶體即將耗盡 什麼之類的 所以時間是重點 記憶體 有的人寫的程式 跑很快 但是記憶體一下就吃很兇這樣 譬如說你8GB 你一下就吃掉7.6 也是有可能啊 這樣你的電腦還是會當機 因為他沒有空間可以用這樣 所以大家以後可以把這個放在心裡 就是你覺得你寫出來的程式 雖然會動 但是它動得好嗎 它的時間 它的記憶體的使用量 是多少這樣子 可以先放在心裡 讓大家知道一下 像這個程式裡面 它算出它的整數部分之後 你看到它的運算方式 也是把它的 它這個main function丟進來的 這一個位置 加上一個指標 它是指到一個整數的 把這個內容給存進去這樣 所以這邊就像剛前面說的這個一樣 把這三個位置丟給這個 function 讓它去透過指標的方式 寫入資料進去這樣子 大概是這三塊這樣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真正的這個main function 這邊要看的重點就是到底main function 要怎麼跟這個separate的 這個單獨的 function做互動 separate的 function預期 它會收到三個指標的一個變數 也就是位置 那但main function到底要扔什麼位置給它 這個是待會大家要看的一個部分 前面這個一到六行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那要注意到一點就是 那個地板函式是這個flower這樣子 地板剛剛再複習一下 可能你們其他課程也都會用到這樣 一個數字小於 小於等於這個數字的最大整數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提到的天花板函式 那天花板函式是什麼呢 譬如說7.2 天花板是多少 不是8 是大於等於它的最小整數 天花板函式它叫什麼呢 叫ceiling這樣 ceiling就天花板 s...m... ceiling吧 你可以查一下 課本裡面一定有這樣 只不過我要講的事情是 不管你要用這個函式 還是ceiling這個函式 你都要記得之後要include mass.h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如果你有用到 那種特殊的數學函式 你一定要記得這個 你要記得這個這樣 要不然你的程式是不會動的這樣 就是第一個要注意到的地方這樣 第二個 在main function這邊呼叫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 然後下一頁這個其實就是 separate的那個function 就剛剛講過了這樣 我現在要講的是這個main function這裡 main function你看一下中間這個 它要... 一開始它會請使用者輸入一個數值 要分析的數值 存在這個value這個變數裡面 而且是把這個位置給scanf 加存進去這樣 那value這個... 這個main就會把這個value丟到separate的 這個function裡面就第一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就是剛剛看到的 這裡... double這個number這個 它是一個double的函式 它透過這個丟進來這個function 當然後面還有三個指標 三個位置是要讓它存 等一下的正負號 等一下的這個整數部分 小數的部分 你要怎麼讓這個separate這個function 把這個東西算好之後 也讓main看得到 它的做法是像現在看到這樣 一開始這個main呢 就先宣告三個變數這樣 就是剛剛三項資訊 正負號character 就是sn 整數部分integer 小數部分fr叫double 它就用這三個變數 在互叫separate的時候 把這三個變數的位置給丟進去 所以你看到這裡 就是把sn取這個and 把sn的位置扔進去 把整數部分的位置扔進去 把小數部分的位置扔進去 都是扔位置 但是你那個separate 收到這位置之後 像剛剛講的這個 它就用這個位置指向 指向那些變數 把它的內容給取代掉 那些變數就在這裡嘛 那些變數就指向這三個這樣 那這個main這個function 你就會看到 它自己的這三個變數的數字 被改掉了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兩個重點這樣 第一個呢 main function在丟給separate的時候 是要丟 你要自己先宣告一個變數出來 你要自己先宣告變數 然後第二個呢 把這個變數的位置給扔過去 這個function裡面 讓那個function可以透過 你丟給它的位置去記憶體 抓那些資料 把數字給蓋過去 因為記憶體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這個main function 就可以透過這三個變數 抓到那三個的數值 它就可以再把這些內容給印出來 你看到這邊就沒有指標了 它就直接把這些變數給印出來 因為指標的目的剛剛提過 就是讓別人 你如果要存取它的資料 做改變的時候 我比較常會用到指標這樣子 就把這三個的位置給扔過去這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這邊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哪邊 我需要再多講一下 後面就有一連串腦力激盪這樣子 所以把握住一個觀念就是 main丟位置給其他function 其他function用位置加指標 存取到main裡面的這些變數這樣子 它就是有個轉換 到底我是丟變數給他 如果我要丟變數給別人 他只能夠拿這個變數的數值 他不能改 如果我希望他改 那我就要把位置給他 我把這個位置給他 他改一改 再用這些指標的這個符號 把這些變數的數值 指到那些變數的數值 把它做更改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這個樣子 大家也可以回去 其實我是建議大家 你試著把這些範例的code都打一遍 不會花太多時間 但你可以更清楚 到底他是怎麼運作的 也許你打了之後他不會動 你就會知道 到底是哪邊你寫錯了 他不會動 還是你的編譯器壞 聽說有人 Dave C++壞掉 你可以換 我們沒有跟Dave C++簽什麼合作案這樣子 沒有規定一定要綁他的tool這樣子 其實有別的 我以前是用Visual Studio 可那個稍微複雜一點 大家也可以找有沒有別的編譯器 如果你覺得 你覺得Dave C++不是很好用的話 有的人是用Mac 有的人如果你有用過Ninus的話 Ninus上面有個GCC那個也很好用這樣子 所以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看一下這樣 好 所以這幾頁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輸出的結果呢 你可以到時候自己試試看 譬如說我就輸入 隨便一個輸入35.817 那這個function就會幫我把他看到 他的正負號他是正的 整數是35 小數是0.817 他這邊用四個位數來做表示 就0.8170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這個是課本刻意說 他解釋到底你的這個Main function 跟呼叫的function 他們之間的一個關係的時候 他都會畫這個圖給你看 看課本的內容 他是建議大家 你自己在寫自己程式的時候 也可以畫這樣的關係圖 Main這邊有幾個變數 Value正負號整數小數 你如果要呼叫一個separate 來存取它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方式來存取呢 是整數對整數 他們之間沒有連結關係 反正就是我就是有一個整數 只是這個整數 只是要拿他的數值進來用而已 他們並沒有互相連結 有互相連結的意思就是 你需要更改到 他的內容 像這個例子來說 這個separate 為了要改到這個sn 這個變數的內容 他弄了一個他的指標 把這個sn的位置 扔給這個指標 讓他指回來他 所以還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箭頭 這個指標是指向這個變數的 所以這個742 這個就是一個 算是指標的一個變數 剛剛有跟大家講指標辨識純的 是他放在記憶體的哪個位置 在這個例子來說 他的sn就放在記憶體的 第7421個位置 然後呢 下面的整數呢 就接著放 他會放在第7422個位置這樣 小數的部分 這邊大家可能要知道一下 這個7421一個位置 應該是多少個bit 電腦一個單位是多少個bit 八個bit 一個byte 自圓一個byte 整數兩個byte 所以7422放完之後 接下來他只能放7424 他不能放7423 自圓只有一個byte 所以他是7222 這個數字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為什麼 他這個是 這邊是加1 這邊是加2這樣子 這個數字就看你自己到時候 印出來你就知道他放在哪裡這樣 如果是小數應該是放4個byte 32bit或64bit 看你怎麼宣告這樣子 所以這邊重點是 第一個是這個存的是位置 第二個是位置他們之間的關係 看你的變數的內容 你是自圓呢還是你是整數呢 或者是比較高精度的一個小數呢 這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你自己在寫程式的時候 對了這張的作業暫時就 我不會出廊 等到大家考完期中考你才會看到這樣子 期中考前就只剩最後一個作業這樣子 大家就可以專心準備期中考 下禮拜再幫大家複習一下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所以第六單元暫時不會有作業 等下次期中考考完你就會再看到這樣 所以暫時不用管這張的作業 你只要管那個觀念是什麼就好了這樣 好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這些數字的話 你就是用這個s and 你就可以把它印出來了這樣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像這邊的話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 當你宣告了一個這個 character x的時候 你用and 它的話代表意思就是把它的 代表意思就是把它的位置寫出來 所以它的位置呢 它的資料形態就是指向一個 字圓的一個位置 這個是and x的資料形態 這個是你自己本來在宣告的時候 因為它本來宣告就是一個字圓 你對它做and x就是叫它把它的字圓 把它的位置拿出來 它就是一個指向字圓的一個位置 只要是位置它就會指到某個地方這樣 類似的integra double都是這樣子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好 這個表格大概是這個意思 大家回去的時候也可以看一下這個table 6.2 它有一些文字說明 不過我就是用口頭講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文字說明的部分 這個信號到底有哪些意思 就是在這個吸塵式裡面其實有好多種意思這樣 第一種呢它可以當做塵法 所以你不要用錯 就是你以為你想要指東西 結果你寫成塵 這樣很難debug 那到底是指錯呢 還是什麼 為什麼它感覺好像在做塵 那就不要懷疑 它真的在做塵這樣子 它有可能是在做塵這樣子 第二個呢 它如果是用在這個function的宣告裡 它指的代表意思是它是個位置 它要指向某個東西 譬如說像這個裡面 function的宣告 這裡一樣 這邊man的上面是function的宣告 你這樣子寫就代表 到時候這個function會接受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指向自圓的 像這樣 你會把它的位置扔進去 它指向一個自圓 第三種 如果這個信號是在程式的內部 譬如說像這樣子 變數前面指信號 那麼它就代表是指向的那個 那個東西這樣子 就是這邊看到的第三個 這個 如果在function的裡面 它就是一個間接的一個 存取那個變數的一個 的行為這樣子 所以它有這三種你要分清楚這樣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到底你要用塵 還是如果你只要做function的宣告 那你自己在寫程式的時候要注意到 它的語法是像這個樣子 如果你是要丟數值就直接這樣寫 像以前教的那個樣子 如果你是要丟位置給它 那你就要丟給它這個指數 應該指標的一個資料型態 讓它知道你待會兒會丟一個變數進來 它會指向 自圓integer或double 丟進來之後 你真的要用這個位置去存取資料的時候 在這個變數的前面加星星 它就會指到那個變數去這樣 所以有三種可能的一個資料型態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問你 其中考的時候問你說 星星在C裡面只有三種可能性 答案是對還錯 這時候就要看你們相不相信我這樣 星星在C裡面就只有三種可能性這樣 對還錯 然後大家看到只有啦 永遠啦 可能就會很怕這樣子 只有對嘛 答案是對的嘛 因為我就是跟大家講就只有三種 你就可以寫 因為老師說上課就只有三種這樣 雖然我可能知道第四種 但老師就說三種 我就覺得是三種這樣 目前我知道是三種 搞不好真的有第四種 但比較常用的就是三種 我知道的就是三種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三種 如果我跟你說星星在C裡面 一定是代表指標 那就錯啦 它也有可能代表是乘法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講算是一個應用這樣 就6.3那邊 就大家講義的課本的6.3 它實際上就是把剛剛前面講到的那個指標啦 多個一個函式可以儲存多個 應該說輸出多個輸出的一個部分 來算整合起來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的function裡面會有 它同時是input也有同時是output的一個函式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先回來看一下前面所講到的這邊 這個有一個宣告的一個地方這樣 好 像這個function裡面 這個function我們在這邊宣告的時候 請問大家這四個變數有哪一些是input 有哪一些是output 這四個輸入進 這個進來的它給它的東西哪一些是輸入 哪一些是這個function的輸入input 哪一些是這個function的輸出output這樣 是不是只有這個number是輸入 但這三個是輸出對嗎 因為這三個資訊它並沒有拿來做什麼處理 它是說根據這個number的資料 判斷完之後決定好這三個變數的內容 然後讓main function透過這三個位置更改之後 得到那個數值這樣 所以這邊你會看到在這邊宣告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number是input 這三個是output這樣子 這個output你要注意到 它的定義是針對它來講的 針對這個separate來講 這三個變數是它根據number的數值 做完運算之後 它透過指標的運算像這樣子 去指定這個變數的一個內容 所以對它來講這三個 sineP 後P Freshen這個P 都是它的output這樣 所以這個是指標可以用來 輸出三個output的一個範例 在6.3那一節 大家會看到送進來的指標不見得一定要是output 它有的可能是同時是input也同時是output 在這個例子就會看到了在做這個排序的這個例子 這個排序的例子是這樣子 我給你三個數字這樣子 然後你幫我排一排 讓這個三個數字的排完之後是由小到大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有1 2 3這三個位置 1 2 3本來的數字沒有大小的關係 但是被你排完之後1一定要是最小 3一定要是最大 那我們就可以寫這樣子的一個程式 在這個排序裡面有一個重要的步驟 我問大家如果要叫你排三個數字 你一定需要做什麼事情你要怎麼排 3個數字給你你知道嗎 你會怎麼排序你知道嗎 15 7跟10你怎麼幫我把他由小到大 你會你會用什麼步驟來排步驟 接著 我們這樣靜默蠻特別的 享受片刻的寧靜 有嗎你有什麼想法嗎 就是說我給你三個數字 你怎麼幫我寫個程式 幫我把他排成由小到大這樣子 你要救援嗎 我沒有想法 不要害怕 你們很害怕這隻麥克風的樣子 覺得隨便想都可以這樣 只要你有覺得可能可以做就可以了 像衣服 衣服 然後要判斷什麼 如果小了 如果比較小就在左邊 大大的就在右邊 很好 所以三個數字 我是不是可以兩個兩個比較 比較小的把他往左邊排 比較大的把他往右邊排 所以你一定需要一個函式 叫做比較兩個的內容 然後把他小的放左邊 大的放右邊 這個就是這個order在做的一個事情 好 這個order呢 他會我會給他兩個數字 但是因為我要改動這兩個數字 就是他的排列方式 所以我不能只給他數字 我要給他位置 所以我會給他兩個位置 都指向double 這個數字是double這樣子 這個一個變數叫smp 一個叫lgp這樣子 smp就小的數字 smaller p p不知道怎麼解釋 但lg就是larger這樣子 大數跟小數 所以這個main function會做什麼事情 你看到他會先宣告三個變數 double number one two three這樣 然後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就是number one一定要是最小的 number三一定要是最大的 一開始請使用者先 輸入三個數字 用空白來隔開來這樣子 那他就會輸入三個數字進來 存在number一二三 這三個數字不見得一定是由小到大的 接下來你要排這三個數字 你要做的方式 就最簡單的做法 你就把這三個數字兩個兩個比一次 只要比三次 你一定可以把這三個數字由小到大排 第一次把一跟二比較 小的排左邊大的排右邊 第二次再把一跟三做比較 小的排左邊排右邊 最後就二跟三 把所有可能的組合跑完 這樣就ok了這樣子 那order這件事情在做什麼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order order我就要把這個number一二三的位置丟給他 讓他去做比較 所以你會看到我就丟這個位置 然後宣告上面 這邊就是這個指標的宣告 這個order會接收兩個位置 這個位置都是指向double的 所以我就真的把這個number一二三的位置 就丟給他這樣子 那這個double收到這個數字之後 他就只是做這件事情 就下面看到這裡 不過要注意到他是要用這個指標的方式 因為要傳進來的是位置 如果收進來的第一個位置的數字 大於右邊的這個數字 那我就把他們兩個做交換 交換就有這個temp這個函式這樣 來變數了 所以如果收到的第一個就是這邊 意思就是如果我左邊這個大於右邊這個 那我就把左右兩個數字的內容互換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做完這件事情這樣 所以如果我輸入7.5 9.6 5.5 最後我再把他印出來的時候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樣大家知道嗎 排序這件事情這樣 這邊有一個要跟大家釐清的事情是 但是大家覺得這兩個變數是input還是output 對於那個order那個變的函式來講 他是input還是output 還是都是 是不是都是 為什麼他都是 他是input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會看到他的數字 你會拿來做比較 那output的原因是什麼 你會交換這樣 所以是input也是output 這個就是這一節要講的 指標可以用在 如果你有一些東西其實要當input 也要當output的話 他也會蠻好用的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這樣 好 所以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邊他就是寫 他是input也是output這樣子 這個換這個倒是還蠻簡單的 就是你這樣子換就好了 這困難的點在哪裡呢 這簡單的點 或者是說這簡單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只有給你三個數字這樣子 如果我給你100個數字 你可以用這個做法幫我做嗎 可以啊 你可以寫那個 100會有幾次 你可以用回圈寫沒錯 但100你要幫我比較幾次 這個好像是排列組合的 對嗎 這個是C3取2 對嗎 100取2是多少 有沒有人是高中我以前補習的時候 有的人號稱他是排列組合天王 什麼小王子之類的 100的C100取2是495 你算什麼快 4950 這樣你就有4950行的call在這裡 但這樣沒有很厲害這樣子 你這樣子做是暴力法這樣 就是我們所說的 對啊就是暴力法 就是每一種組我就給他試一次這樣 這樣一定可以排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程式寫得出來 到你某種程度之後一定可以寫得出來這樣 但問題是寫得好不好 這個排序這樣到底好不好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一個 這邊先講完好了 等一下要再跟大家講 其實在排序上面是個在寫 如果你以後想對這種演算法的開發程式開發 你想要多鑽研的話 排序要怎麼寫才會比較快 我剛剛提到的比較快 記憶體耗的量比較小 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一個點這樣 在這個範例裡面就只有三個數字而已 他有幫你把這個 每次比較完他的這個No.12的一個內容值 印出來給你看 你就會發現其實他都會去交換他的數值 7.5跟9.6 應該說這個交換7.5跟9.6 這邊沒有Change 然後1跟3比較的時候 7.5跟5.5 小的要放這一邊這樣子 然後9.6跟7.5 7.5要放這一邊 放中間 這樣比完之後就會由小到大排了這樣 這個圖剛好跟大家講 是課本說他建議大家在 有用這個指標的時候 釐清一下你的Main Function的No.123 跟這個Older這個Function的 這三個指標裡面 他們互相的一個關係這樣 所以他有兩個指標 分別指到這三個變數 總共有三次這樣子 只有這個Temp是完全不是指標的 他只是用來做交換而已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下面是一些補充的一個部分 這更新後的講義 我再放上去給大家看這樣 就說這個比較的這個部分 不是比較排序 如果是這樣兩個兩個排呢 當然是可以做 但是他的速度會很慢 這個東西可能之後大家會再看到 這個就叫氣泡排序法這樣 氣泡排序法就是說 那我就想辦法讓最小的 逐漸的浮起來這樣 最大的逐漸的降下去 這氣泡排序法 譬如說像這個樣子 沒有要仔細講 你就稍微看一下這樣 如果我給你五個數字 叫51428這樣子 那你怎麼幫我把它做 由小到大排 一個簡單的做法 你要寫程式的時候就是 那我就兩個兩個比這樣 5跟他旁邊的比 5如果比他大 我就把它跟他做交換 如果接下來5跟這個比 如果有比較大 我再做交換 5又比2大 我就再交換 5比8小我就不用換了 就停在這裡 接下來拿這個東西 再繼續從這個4開始 去跟下面的比 看到有沒有比他大 如果有再做交換 然後一直做做做做 做到最右邊 最後這個數字跟他比 如果不用做交換 這樣子就全部結束了 這樣子做完 他一定可以做排序這樣 你這個你也應該可以 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但這個缺點就是他會超慢 等下大家會看到 等下有個表格給大家看 那之前的人就想說 那我有沒有可能再提出 一個更新的做法 可以讓這個排序變更快 如果有的話 你的碩士就畢業了 甚至你的博士也會畢業 如果你這個排序的方法 真的比以前的好很多 有一個人就想到一個 叫快速排序法 叫Quick Sort這樣 Quick Sort的概念就不是像 這個叫做循序漸進的 他就是一個比完再比下一個這樣 這Quick Sort呢 他就是把這一串數字呢 分成左右兩邊 分別同時開始比 本來是一比一比這樣比完 那是前面的氣泡排序 Quick Sort他就是說 譬如說像這樣子 這一串出來呢 我先找到最中間的這個數字 譬如說是5 5呢 然後我就想辦法讓 就是針對左邊這一串 跟右邊這一串呢 我去找到一個白色的這個東西 白色的這個數字呢 一定要比紅色的大 比藍色的小這樣 所以譬如說這個5呢 那我就可以找到 4是都比這紅色的大 這個9呢 9也比右邊的這個大 所以我就知道4要排在5的旁邊 9一定要排在最右邊這樣 那他的概念就是 左邊跟右邊同時比 這樣他就可以很快就做完了這樣 他就一次分兩邊 然後同時比這樣 這個叫快速排序法這樣 讓大家參考一下這樣 這邊是大家以後可能會看到 所有可能的排序方法 他有這麼多種 每一種只要發明出來 就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碩士學位的一個東西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 他的比較方法 n就是我輸入的 輸入的 數字的個數這樣 如果是剛剛那個bubble sort呢 你輸入100筆呢 你需要做的次數就是 100的平方 1萬次 1000筆呢 就是1000的平方 100萬次 但是如果是那個quick sort呢 他你輸入100筆呢 他需要次數就是 100乘上log2的n 100乘log2的100是多少 log100以2為底是多少 是6點多啊 2的6次方 2的7次方就破100了嘛 是6點多啊 那就只要600多次而已這樣 所以你看這邊 現在做到最好的演算法呢 就是你要的次數跟n的關係就是n乘logn n乘logn 假如你可以發明一個演算法就是n而已 100個數字給你 100次你就可以做完 1萬個數字給你 1萬次就可以做完 那你就出名了 你可能會成為 標題一定會下這樣子 本世紀最年輕解出什麼 排序演算法的科學家 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n跟n平方 這個n平方跟n乘logn到底差多少 你如果帶不同的數字進去 紅色的是那個QuickSort 藍色的是那個BubbleSort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1000的時候 大家沒有差太多 但是如果給你要排序的是30萬個呢 他只要大概100多秒QuickSort 那個藍色的要500多秒才能算完這樣子 他們兩個差距會隨著你的次數越來越多 會拉開來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邊其實也是要讓大家 如果你有想要做加分體的話 這個是提供給你做的 你在期末前交給我就可以了這樣 你就分別做一個BubbleSort 跟QuickSort的程式 你要自己寫 你不可以去網路上找那個 然後直接呼叫進來這樣子 你要自己寫 你要先弄統這演算法 然後自己寫一次 網路上一定都有 就算你要看也可以 但是你要自己寫一遍這樣 你真的比較一下 你到時候期末之後 期末的時候你一定知道 那100個數字怎麼用檔案傳進去 你不要自己說 那我就請使用者 先輸入1萬個數字 你的程式根本都還沒有排序 你就叫使用者 花非常多的時間 輸入那1萬個數字 那這樣就沒有意義了這樣 不過就是那個加分體就是 你可以請大家 如果你想做的話 你就寫一個BubbleSort 一個QuickSort的程式 然後到時候給 譬如說1000個或1萬個數字給你 那1000個1萬個呢 要是隨機的 那大家就會問我說 那我怎麼樣產生那1000跟1萬個 亂數 亂數 你可以去查Google上面很多 C程式怎麼用東西產生亂數 然後你再搭配4回圈 就可以一下產生1萬個亂數 很快 你要產生1000萬也可以 那你的電腦可能會當掉 你如果要用1000萬個 你可以把我看 就是說我真的做了1000萬個 然後我的電腦瞬間就當了 拍一下那個藍白畫面 他跑不完喔 1000萬個的平方是多少 兆 幾兆 你的CPU就是 就是2點多GHz 3GHz 幾兆它要跑多久 你如果想要挑戰你CPU的極限 就給它產生1億個 1億個平方 你可以看一下 到時候你可以做類似的比較給我看 這樣 就是可以幫你加很多分數 如果你願意做的話 這樣 因為它需要整合檔案存取 跟你要了解這個QuickSort 跟BubbleSort 我把這個放上去 你自己可以參考一下 它就是左邊跟右邊 實際上 如果你真的要再得更多分 你就把這些都做一做也可以 這樣子 它超多的這樣子 但我記得有一種方式 在某種假設條件下 的確你輸入100個 它就100 它的複雜度就是100 這樣子而已 這樣 所以這個可以看一下 這邊稍微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就是評估一個程式 跑得多快的一個 一個標準這樣 因為你的程式跑多久 其實跟你的電腦有多好 有蠻大關係 所以你如果說你 你的程式只要跑1秒 我都要跑10秒 我不見得輸你 我可能是用古早的Penton的CPU跑的 你可能是用現在最新的 那個 Core現在是有i9 之前有i3 i5 i7 有人有i9嗎 i9聽說一塊主機板也要 不知道幾萬還是十幾萬 然後那個CPU就更貴了 這樣子 i9是超級快的一個CPU 這樣子 他不知道為什麼就不要取i8 這樣 這357這樣 9 沒有8 2468這樣子 一般要比較 比較公平的比較就是用 看他要執行幾次的比較 所以其實這邊這n平方說的是 他要做幾次的比較 才能夠完成這個排序 這樣 那你會看到這裡有個Big O Big O是之後如果大家學 計算機演算法會看到的 他就是一個小於等於的概念 也就是說你這個排序做完之後 你最多要排的次數就是n的平方 你就把它理解成最多需要幾次 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 這個沒有要這邊講了 以後可能也許計算機概論 可能會講到吧 這樣 這邊我們沒有要講到這個 這叫做複雜度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叫加分體 之後我會再寫在課程網站上 就是期末考結束 期末專題結束前 你交給我就可以了 這樣 這個沒有時間的壓力 這樣 好這個表 大家回去的時候 再仔細看一下文字的一個內容 他是要跟你講 Function在呼叫別的Function的時候 他可能有幾種種類 第一種就是我傳Input給你 你就只是用這個Input而已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 我也不用傳結果給你 你只是拿這個Input給我 然後我做一些運算而已 三跟四就剛前面所講到的 你可能會傳很多個變數 或者是你不會傳 你只是要更改什麼數值的內容這樣 所以這邊我就沒有要仔細講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課本裡面的一個描述這樣子 就說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種不同的Input 算Function的一個變化 有要直接傳數值的 有要傳指標的 傳指標還有可能它是有多個Output變數的這樣子 也有可能有InOut變數的 Input Output這樣子的變數 就在這一些範圍裡面這樣子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這樣子 好 6.3是這樣子 6.3就是排序 有多個變數這樣 6.4 6.4這個也蠻重要的 就是 現在我們有變數 不同的變數宣告在 Main或者是呼叫的Function裡面 現在我們要探討一個東西 我如果宣告在呼叫的那個Function 你的變數Main看不看得到 也就是說Main知不知道 他可不可以存取到這個變數的數值 我現在有一個Main 我呼叫了一個排序 或是比較Order這樣 Order裡面有自己的變數 譬如說這邊看到的 Order的這個Temp Order的這個Temp 大家覺得 Main知不知道這個Temp的數值是多少 他認不認得這個Temp 不認得嗎 因為為什麼你們會覺得不認得 因為Temp只在這個Order這個Function被宣告而已 Main又看不到 Main又看不到這樣子 那我問大家 那Man這邊宣告的 Number123他認不認得 那個Order那個Function認不認得 不認得 那他認得的是什麼 Order認得的是什麼 他位置這樣子 但Order那個Function能不能夠改到 Number123的數值 可以嗎 因為我有丟位置給他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給大家 假如我這邊再宣告一個Double 譬如說Temp Order認不認得那個Temp 認不得 好所以這邊就討論到一個事情 變數有分兩種 一種叫Local的 Local好像聽起來好像很low一樣這樣 Local就是當就是在地的嘛 就是如果我有一個變數 宣告在Main裡面 Order不一定會看得到 那個就是Local的變數 Order那邊有個Temp的變數 它也是Local的 只有那個Order看得到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叫做 這個叫Local的變數這樣 那另外一種叫Global的 全域的變數 譬如說如果我在這個Main的上面 宣告一個變數 那麼Main跟這個Function就都看得到這樣子 也可以知道它的數值 所以這個就是6.4要講的一個東西 讓大家看一下 範圍 就是一個變數的範圍的意思就是說 在某段範圍裡面 它的數值是可以被看得見的 也就是說像Main裡面宣告的Function 只有Main裡面宣告的變數 只有Main看得到 Function裡面宣告的變數 只有Function看得到 譬如說這邊是一個例子這樣 這邊我們有define這個Max跟Limit這兩個參數 這兩個參數 我們有個MainFunction 它自己宣告一個LocalVariable這樣子 然後這個Main再去呼叫 就是這兩個額外的這個變數 這兩個額外的Function 這兩個Function它自己有自己的變數這樣 我要問大家的問題 就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這樣 這些變數有哪一些是大家都看得到 有哪一些只有它自己看得到 譬如說這個LocalVariable Main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因為它自己宣告的 那這個這兩個Function看不看得到 看不到 好那再問一個關鍵的問題 這個Max跟Limit Main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那這個1跟這個Function2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因為它是痊癒的 它是定義在最上面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 在這兩個Function的裡面 你也可以說用那個Max 也可以用Limit 但是你不可以在這兩個Function裡面 用這個LocalVariable 除非只有一種情況 這個MainFunction把這個LocalVariable的位置 丟給它 它才看得到 這樣聽得懂嗎 只有它的位置扔給它 它才看得到這樣子 你只是傳直它也看不到 因為你只是把直扔過去而已 這邊發生了什麼事 它都不知道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這邊要講的 這邊文字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課本 課本其實重要的就是這一個 所以搞不好考試的時候 我就把中間的東西挖空 然後你就自己幫我填 Yes No這樣子 Mass跟Limit 大家都看得到 Main裡面的LocalVariable 只有Main看得到 這兩個Function都看不到 是不是冷氣沒了 我媽自己沒了 然後提示我們快要下課了 五分鐘 這個Function裡面的這個One 應該說它自己的變數 如果是它自己的變數 這個AnArG 大家可以看一下 AnArG只有這個Function裡面自己有而已 這樣 所以這個AnArG只有它自己看得到 其他兩個甚至連Man都看不到 但這個Function的名稱One 它自己知道 Man也知道有這個東西 因為它會去存取到它這樣子 所以其他部分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比較一下 你自己把那個空格 把它擋起來這樣 就你假設現在全部都是空白的 你自己填一遍 誰是Yes 誰是No 比較一下跟課本的有沒有一樣 你也許可以證明課本是錯的 你有可能可以找到 為什麼答案是這個樣子 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基本上來說 你宣告在Function內部的 就只有自己看得到而已 別人看不到這樣子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這個練習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這邊有個Code是長這個樣子 你覺得Output是多少 這個PrintF這邊 Print出來的是多少這樣子 讓大家兩分鐘思考一下這樣 這個應該字夠大一點這樣 這Function給你 然後它會呼叫到 這個Man會呼叫到 這個DoSomething這個東西 語法應該是對的 只要問大家 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程式 那麼它的這個First跟Second 印出來的數值會是多少 等一下找一個同學來問 大家兩分鐘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Function到底它要接收什麼 它有要改它的數值嗎 還是只是要拿那個數值這樣子 Output是什麼 所以你自己畫圖或是心裡 要想一下那個連結是誰連誰 那我等一下問大家那個 那個數值商品的那個參數 誰是Input 誰是Output 還是它是Input Output 好 再十秒 好 再十秒 好 什麼哪一位同學要回答的 你的答案是多少 你的答案是多少 這個第一題是735 735 7跟35 35 35 嗯 好 你的 35是 怎麼來的 說它傳進去 這個Second是傳多少進去 這個數值是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慢慢想 這個Second的數值目前是多少 2 2嘛 所以2會丟來這裡 1 First是1 所以這裡阿德是它自己宣告的 等於5這樣子 所以Lat等於2加5是7 所以這個THISP 是不是就是指到這個Second 這個變數來 7乘上Lat Lat是多少 Lat就是第二個變數 是First 7乘 1 對嘛 所以是7這樣 所以這個指標是不是就是Second的數值 不是啊 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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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the other是5 所以是35 35 你的第一個是對的 好 所以 這一個 Second變35 那First呢 First的數值 你的答案是多少 First的是7 你們的數值 你們的數值 First的也是7喔 其實我覺得First的應該是1這樣 你覺得是7這樣 這First的會不會變這樣 First的我只是傳值給它 對嘛 我沒有丟位置給它 對嘛 所以First的我只丟進來讓它當這個Lat用這樣 Lat的數值雖然這邊變7了 可是我又沒有改到它的數值 我又沒有給它位置這樣 對嘛 這樣理解嗎 好 所以答案應該是1跟35啦 重點就是這個1這樣子 這樣OK喔 有沒有 哪邊不懂的 所以問大家 這個Lat是Local的還是Global的變數 這個Lat Local的 只有它自己看得到 雖然你這個Lat是從那邊接收過來的 你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不是First的嗎 可是 剛剛有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讓這邊的First 讓被呼叫的看得到 你要給它位置 你要給它位置 它才會真的改變到它的數值這樣子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裡面的一個不同 所以我才會說 我在準備這個課程 講義的時候 我自己有時候也會覺得 腦袋要需要轉一下這樣子 所以這邊應該是1跟35這樣子 好 時間到了 這個下次再給大家做練習這樣子 好 所以看這邊當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下禮拜把這個單元講完 再跟大家做那個複習這樣子 好